罗马书 第三章 即便有不信的,这有何妨呢?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?断乎不能。不如说,神是真实的,人都是虚晃的。如经上所记,你则被人的时候显为公义,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。 我且照着人的长话说,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,我们可以怎么说呢?神降怒,是他不义吗?断乎不是。若是这样,神怎能审判世界呢?若神的真实,因我的虚晃越发显出他的荣耀,为什么我还受审判,好像罪人呢? 为什么不说,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?这是毁谤我们的人,说我们有这话,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。 这却怎么样呢?我们比他们强吗?绝不是的,因我们已经证明,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。 就如经上所记,没有一人,连一个也没有,没有明白的,没有寻求神的,都是偏离正路,一同变为无用。 没有行善的,连一个也没有。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,他们用舌头弄诡诈,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,满口是咒骂苦毒。 杀人流血,他们的脚飞跑,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。 平安的路,他们未曾知道,他们眼中不怕神。 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,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,好塞住个人的口,叫普世的人都服在神审判之下。 所以,凡有血气的,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,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 但如今,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,有律法和先知为证,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。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,亏缺了神的荣耀,如今却蒙神的恩典,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。 神设立耶稣作网回忌,是凭着耶稣的血,借着人的信,要写明神的义。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,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,好在今时写明他的义,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,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 即使这样,哪里能夸口呢?没有可夸的了,用何法没有的呢?是用立功之法吗? 不是,乃用信主之法。 所以我们看定了,人称义是因着信,不在乎遵行律法。 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?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?是的,也做外邦人的神。 神既是一位,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离的为义,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离的为义。 这样,我们因信非了律法吗? 断乎不是,更是坚固律法。 我们很久以来,也会有这个能量。 我们很久以来,我看到了解了解,我们下轮的结果。 我们下轮的心指令我们下轮的时间不再这个能力。 我们下轮的布迅这里有什么程度,就这样说我们下轮的肩抗位置。 不过我们下轮的带草,我们下轮的变速遇到我们下轮的盾抗位置然后下轮的迹人有什么事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